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台里已经离开菲律宾的陆地 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往广东海面移动 对台湾不会有直接的影响 但有间接的影响 就是外围云系带来降雨 从雷达回扑图可以看到 恒春半岛还有台东会有降雨出现 这些地方都出现了20毫米以上的降雨 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东半部七龙北海岸 东部还有各地的山区 以及外岛有短暂震雨 其他地区多云 特别提醒您的是 午后局部短暂雷震雨 南部和山区午后还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至于明天晚上低压带的影响 各地会有震雨或是雷雨出现 东部和东南部有局部大雨 而明后天会稍微降温 不过今天还是非常的热 今天最高温在台东的长边37.4度 屏东的内部还有台北设置37.2度 明天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台东 还是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 要注意防晒 而这几天稍微降温除了云量增加之外 就是太平洋高压往北移动 这个会让西南季风趁吸而入 进入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 形成了季风潮 也就是季风低压带 那时针的风向跟台风一样 加上水汽的移入 有利于热带系统的发展 明天季风低压更接近台湾 天气会更不稳定 So following me 为您整理天气的重点 轻度台风太厉 下午2点形成了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间接的影响 就是可能在中南部和山区带来大雨 另外就是周一前 基隆、北海岸、东台湾和恒春半岛 沿海地区可能会有长浪 最好不要接近 另外就是北海岸还有恒春半岛 可能有8到9级的强震风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